在投手类植物中 大家觉得谁的大招是最厉害的呢 哈喽大家好 我是豆豆杰 之前咱们进行过投手家族武功的PK赛 大家还记得最后是谁赢了吗 那这一期咱让这15种投着类植物 来进行一场大招的对决 面对玻璃球海盗巨人的进攻 植物全部都是100株叠种 每一队各有5颗能量斗用完巨人 那你们觉得都有哪些植物 能够拿下玻璃球海盗巨人呢 请把你支持的植物名字打在弹幕上 咱们战斗走起 第一位先来看玉米投手的大黄游 玻璃球连个裂纹都没有 大黄游挑战失败 那为了不让植物的普攻炮弹打到招式身上 所以呢我是把植物放在了棋盘行 然后放大招 第二位是优木投手 优木也挑战失败 再来看暴子咕 这个植物还比较特别 它会把打死的僵尸变成植物 这一点能和金里面很像 那你们觉得 它能干掉海盗巨人吗 万万 没想到暴子咕竟然拿下了巨人 而且只用了三颗能量斗 咱们比赛继续 苹果陪炮出战 看好他的小伯 666走一光 苹果不行 看西瓜投手 反正都是水果 看看西瓜酱不酱 西瓜不酱 咱唤冰西瓜 大冰球打碎了玻璃罩 却没能干掉巨人 没事 咱还有水果 黑莓 看看黑莓之 能不能拿下巨人 爆裂黑莓是用了四个大招 拿下了巨人 比刚才的暴子咕多用了一个 接下来出战的是 卷心菜投手 同样是蔬菜堆的辣椒 大家来猜一猜 看能不能把海盗巨人 烤成黑炭呢 满花园的小伙 也没能把巨人变成烤串啊 唉 原始大王花 虽然长得丑 但她是用毒高手 那是否能让巨人中毒身亡呢 这个就比较尴尬了 五个大招过后 巨人是倒下了 但是小鬼还活着 大家来说一说 这原始大王花 她算是挑战成功还是挑战失败呢 欢迎留言讨论 下一个是阿开木木 她的原型啊 是一种压热带水果 那她能否像黑莓一样 牛皮呢 斑斑派一炮 他可以打五行 所以放哪路啊 他都能够打到僵尸 干脆放中路 直接放大招 看好他的小伙 666 走一波 我去 两个大招就让巨人脏头落地 如果后面的炮弹分给小鬼一些 那此刻小鬼也一命无辜了 请把半动炮牛屏打在公屏上 这是目前用能量多最少就挑战成功的 接下来啊 咱给巨人来个爱心攻势 高颜值的莲儿草头手 俗话说得好 长得好看不能当饭吃啊 下一位 糯米头手 糯米加蛋遇到玻璃球 就失灵了 连个裂痕都没扎出来 最后一个是火鸡投手 大家觉得 还能不能来个完美收官呢 火鸡投手别的没有 就是火鸡 咬多呀 后也能把巨人耗死 欢迎来的小伙伴们 你们觉得哪个投手植物的大招炮弹最好看 欢迎留言讨论 喜欢看的小伙伴 也欢迎加关注 长按点赞 那这一期投手类植物的PK 咱们就玩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咯